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我们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您的捐低的力量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做出更多的好的报道 深度的访谈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了好几次 有关于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 对于台湾或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那这一阵子我们其实在网路上面 也看到了一些报道 在新闻报道也有 就是有关在中国的上海 我们看到上海因为清零的政策 封城而造成了许多的民怨 那不只在上海 我们看到慢慢的看到天津 看到北京也有类似的 这种所谓的抗议的行动 那今天在节目里头又来跟大家谈到 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 到底对当地的人的日常生活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要跟大家谈 特别从一个他们的制度法规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而是要邀请前一阵子 从上海回来的朋友 他要来跟我们在上海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里头 来跟我们谈到 他在现场所看到的所见所闻 以及在他们所面临到的各样的问题 那因为为了要保护这个当事人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影像上面 会做一些处理 也就是我们不会看到他的这个形象 影像 我们也不会把他名字key在上头 不会放在我们的节目上头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今天的 这一个精彩的访问 为什么你会想要离开上海 然后回来台湾 因为我想出门 你想出门 因为我想出门 为什么 在那边没有办法出门 这个是这样的 他有分几个层级 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好那一栋 那一栋大楼 就是有一个确诊的话 那你就是不能出门 不能出楼 他会把那个门封起来 这个是最最严重的 然后再往下就是说 如果说你们那个 你那一栋是没有 那你就可以出来 出来在你们小区走来走去 然后再来是说 如果说你们那个小区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的话 他会准许你可以往外再扩张一点点 OK 对 然后我的小区就是属于那个 你可以在小区里面走来走去 可以在那边散步 对 你可以在那边散步 但是你散步就要戴口罩 然后如果走太久的话 就是大家就会开窗户这样看着你 但是你散步为什么散步回到台湾来了 其实应该是 我觉得 我觉得几个点 就人真的被关久之后脑子会开始就是出现各式各样的状况 人会变得非常的抑郁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上海现在的状况 其实它的食物的取得 还有就是整体的自由度都非常的低 我打个比方来说好了 你以前你想去买个菜 然后你只要走到外面的菜市场 或者是你手机APP点一点 然后你就有了 但是现在上海因为它的物资 运送配送的人员非常的少 而且外面的菜市场几乎没有开的状况下的话 物价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唯一你能买东西的方式就是说 它小区就会去找到特定的厂商 然后你可以团购 就是你可能要买满可能几千块人民币 对方才会送这样 然后你会发现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事情都 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你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关在家里面 然后你的社交生活 然后你平时的生活基本上都已经不成人样了 所以在上海的封城的这个状况当中 当然每个区域会有一些差异 有些不太同的地方即使你的住的区域相对之下 可能比较管制比较宽松 但是也是失去了自由 甚至在这个饮食上面也都不是那么便利 还有包括人际的往来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吧 那所以你就因此而离开了上海 不是离开你的小区 离开了上海到了台湾 呃我我记得你之前曾经跟我讲过 你到离开到从上海到台湾的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惊险并且有趣的过程 对吧 回来这件事情其实你现在可以 你去YouTube看就知道他有很多很多这种 因为上海他那个现在的制度其实就非常的有趣 他的市政会跟你说我们应该要解封了 后来你知道到到你那个区的时候呢 他就说嗯他就会层层加码 就是说最上面也讲解封了 但是所有人的KPI 他的指标就是你们不可以再有阳性开始出来 所以他上面的人就跟你讲解封 因为他把那个小区就是你所在的小区分成几个区 就是最最严格的区就是你连楼都不能出 到可以下楼到可以出门在你们那一区 但是呢问题来了可以出门的那个叫防范区 但是我们小区就一直以来都是防范区 但是我还是不能出门 就是你打电话去问他们当地的村里长 他们叫居委会就说不行 不行 他就说那为什么不行 你打电话问区政府 然后打电话问区政府没人接电话 然后说不然你打电话打市长热线 没人接电话 好那你要怎么办 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怎么跑出来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疯到一阵子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可以就是跟他说我生病了 我要去看病 然后可以流出去 而且后来我发现渐渐的发现 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是可以到机场的 因为后来我那一天看一件事情 我最早发现就是在机场其实有班机在飞 他们都飞往美国还是或者是到香港 那就代表一定有人可以出去 那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了小区的聚委会 聚委会就说可以我们可以放你出去 但是你要签一个同意书就是 你去机场之后就再也不能回来 再也不能回来是什么 再也不能够回去中国 不是再也不能回我们小区 就怕你到时候会有感染 到时候感染都算他们头上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你回来 就是你只要签字签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走 所以呢 你要去之前你要经过很多关卡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搞定你的聚委会 对 就是先跟他讲 但我们聚委会其实还算好好讲话 你跟他讲一讲之后就把那个证明 开给你 但是他会一直跟你说就是 你就是不能回来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我要搞定我门口的保安 然后门口保安是因为我前一阵子 就是回来之前就是 因为我经常跑出去嘛 所以那后来比较熟的时候 就是每次回来就给他带一包烟啊 还是干嘛 因为烟这种所谓的烟酒 还有可乐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 应该说跟你生存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那种刺激性消费 在上海现在物价非常的高 所以只要带给他们 他们都会对你不错这样 然后我走的时候 交个朋友啦 交个朋友 在中国有说 就是在中国有很多事情 都是一包烟可以处理的事情 如果一包不够 那就再送他一包 对他都可以处理掉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是 你要去找到一台车 可以帮你送到机场去 然后现在 所有的车子 他都必须要有通行证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在透过一些社交平台上面 有人有那种就是写这种攻略 然后去联系他 或者是有一些台湾人的群里面 在上海的台湾人群 大家也会去分享说 我怎么到机场这件事情 那简单来说 公定价就是从原先 可能打车 坐经济车只要150块 然后现在要1500块钱 因为他只要 他浦东跟浦西中间隔一道桥 过桥就是1200 那就是你愿意付钱才能上去 这个是什么政府的价钱 政府的价钱 还是这个民间不成文的规定 这个是民间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他们的车子究竟怎么拿到牌照的 不知道 就是你必须要有个通行证 那理论上可以发给通行证的都是 跟疫情保障相关单位 才有的 例如来说 我保 像计程车行是有的 还有就是例如来说你是拉货的 就是卖菜的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有些朋友 他们坐的是冷冻车到机场 就在后面 然后裹大衣 然后冷冻车到机场 辛苦 还挺 他早期 就是他是后来渐渐的才开放有 像计程车可以跑 但是只要过桥 大概都是这个价格 所以你就要付一笔很大的钱 去处理掉这件事情 然后在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 那个检查站其实会查你的车 查你的机票 然后呢 查你的核酸证明 他才会放你走 而且有的他会问你就说 你要去机场做什么 我要回家 OK 对 所以有点像在打电动床关 对就是 那会突然间这个卡关 然后过不去 就被送回去的例子 或者是你会不会担心 会啊 那个时候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 就是我去机场的时候跟那个 是一种紧张也是一种亢奋啦 也没有亢奋 很紧张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亢奋你的点是说 我明天就要解脱了 你就知道 我就要去机场吃哈根大直啊 结果发现香港机场什么都没开 真令人不爽 对就是 你就是你要过过完这些关之后 然后好不容易你进到机场 哦没有在这之前你要先去医院 因为你回台湾了 跟进机场的时候 你会有紫本的核酸证明 就PCR的证明 所以你要先跟Jer会谈好 叫他放你出去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就是现在在中国去医院是一件 就是极度 他本来就不是很舒服 但是你去医院 就会听到很多人在哭天喊地在那边哭 原因是因为他的医生都被叫去戳PCR了 所以当那个家属就是 就是可能牌号牌不到的时候 他又生病 家属生病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哀求 就是那种就是 医护人员 然后就觉得 那场面真的是一群人 然后还有人跪在那边哭的 这样 对那个真的是 呼天抢地 然后非常无助的 对 非常无助的人 就是那种 他不会伤害你 但他对你的精神伤害极大 所以你费了千辛万苦 也花了几条香烟跟几瓶可乐 然后一一的闯关 然后到了机场 然后到香港转机再回到台湾 对 那回到台湾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 最紧张的是过海关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过中国海关 过中国海关 要出关 就是你会看到 他出关的速度极慢无比 而且他盘查的 就是非常的详细 我都还被问说 你回来要 就是你要去哪里 因为他看到的是香港机票 我说我要回台湾 然后说那 那你住哪里 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回去要做什么之类的 就是 但是以前就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 以前就掌盖了 然后就 也不掌盖 看那个卡 看你台湾证 然后你就出去了这样 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对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 他前面有一些什么 他要留学的啊 还有什么 他们就特别的艰难 会被问非常久 因为他们现在中国政府 已经说非必要 就是你 就不要离境 就不要出境 所以你真的会看到 有人就直接被劝反 就是不让你出去 被道德劝说 不是 不是道德劝说 是他就是不让你出去 直接不让你出去 就很多人拿的是什么 旅游签是一定不行的 然后 然后工签跟留学签会被问 就是都有一些留学生去分享 就是说 海关问他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还要打开手机 就说我曾经在这边上过课 然后给他看图书馆的照片 我在这边念过书之类的 不然就帮他放他出去 OK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 那个感觉其实 蛮不习惯的 因为你台湾入境的时候是 机场里面会有很多 穿不同颜色防护服的那种人员 然后下来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他们 他们的医护人员 其实对你要做PCI干嘛 对你都非常非常的凶 就是他就会 很像在赶那个羊 一样就赶你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你不做 他就会凶你 会不会是 他们态度都不是很好 然后我进台湾的时候 发现就是 非常的不适宜 就是因为他们态度都非常非常 太和善 就是态度太和善 就是叫我去做PCI的时候 说先生请往这边走 如果一脸疑惑你知道吗 他说原来 原来 有和善有礼貌这个东西 对原来就是还是有 就是医务人员也是有和善跟礼貌 因为我 从疫情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台湾 大概两年半没有回来 所以你知道 我已经脱离那个环境很久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在防疫人员是怎么去对待一般人 当然有时候那个是一种 他本身的一种所谓的工作的态度 或是需要 那有时候也是来自于这环境的紧绷 就环境越紧绷 他可能那个态度就会越急 所以他可能也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但是不管如何 回到台湾这样一个和善的态度 就让你觉得 哇松了一口气 就是我是回到 我这到底是哪里的 那种需要的感觉 就是而且是他没有骂你 所以就觉得 他下一秒是不是要骂我了 就是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要骂我了 他是不是要骂我了 结果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进来 路径的时候还填错 我先生说 填错了 他等一下一定会干掉我 后来你知道他说 先生你去旁边重填一下就好了 后来你知道他还教我怎么填 我先生说 这么好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对就是你知道 你会有那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就是他到底在干什么 你到中国工作多久 然后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在中国的待遇跟生活怎么样 我2013年就去了 那你在十年左右的时间 快快十年 我是工程师 对 然后待遇的话 管老师你待遇是想要听什么 是薪水还是什么 你有什么各式各样 没有什么奇妙的待遇 没有什么奇妙的待遇 什么被带去什么 什么奇怪的酒店招待 没有啦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其实刚去的时候 我刚好是踏上他们 中国互联网公司 就是你看到什么阿里巴巴 他刚好在往上升的时候 我去了那年阿里巴巴都还没有上市 然后一直到就是 我就是随着这个浪潮就一路上去了 我以前刚去的时候 其实我在中国大陆的薪资 跟在台湾差不了多少 然后 我最近回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我发现就是 我在中国大陆的薪资 大概是我的同学的三倍到四倍 对 而且 这是底薪 不含奖金 OK 不含奖金 所以那边的薪资是非常优渥的 但是你这样离开会 那些工作就暂停了吗 那如果暂停会觉得可惜吗 没有啊 我后来就找那种就是 我后来去外商 OK 然后就是他都远程上班 所以我去哪里都没有差 但是在这之前我不得不说 他的薪资是相当的优渥的 就是你这样平均下来一年 一年其实 他大概是台湾的工作师薪资两倍到三倍 而且你是台湾人在那边有一些扣税的 避税的渠道 OK OK 就是你可能拿发票去报销之类的 我们今天特别来找你谈 是要谈在上海封城的这种状况 就是在上海是什么时候开始封城的 然后大概 我们看也不是一下子完全的很严密的控制吗 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我觉得最早的阶段是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 3月初的时候是大家知道有一例案例 但是上海其实一直以来他的做法都 其实是他们讲所谓的精准防疫是真的很厉害 就是说他就说他会去权定最少范围的人 然后保证大家所有人是正常生活的 所以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防疫的标杆 例如来说好了 我有个朋友他被隔离7天 为什么 因为他点奶茶 就是他们大概在今年过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他就是他去那个人跑去买奶茶 然后呢买完回家之后就发现他确诊了 所以他这条路上的就是行人都被狂裂了 然后呢奶茶店被狂裂了 那他们送外卖的人被狂裂 还有那个时段买奶茶的人都被狂裂了 就他们可以精细到这个地步 就是而且 而且是他刚好在那个人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确诊的人去的时候 那个他的奶茶在那边被包装 然后送到他家去 所以他就是这么刚好 然后那个人去奶茶店可能就停留了10分钟而已 就他可以把那10分钟的人找出来 然后就只狂裂这么少数人 就是他一个case 他可能就只狂裂100来号人而已 那在大概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有第一例Omicron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海的案例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然后大概到3月中的时候 上海市政府还出来说 放心我们不会封城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就几十例而已吗 没事的 然后 但后来那到3月下旬就开始爆炸了 就每天就是可能几百例几百例在跑 那他们所谓的精准防疫跟这种非常非常精确的狂烈 其实大概在上百人的时候就已经崩盘了 上百人就受不了撑不住了 对啊因为他需要很多的人力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些朋友的小区被封起来了 后来他们就是被宣布 所以就是那个技术没有办法控制 他就开始用人来去做这种控制 他精准防疫一直以来都是用人 一直以来都是用人 他们就是用人然后去做很 其实他就跟台湾之眼会做那个什么 就是你的轨迹调查一样 他们就是专门做数位主机 对数位主机 后来他们的摄像头 camera有很多 然后他们又用手机监控 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还是需要大量的能力 当这个东西如果到了上百例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已经结定 他的那个所谓的科技技术的负荷量已经没有办法了 对那个负荷量就已经是崩盘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到了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大概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就就开始出现 我们家的小区就跟我们说我们要静默48小时 我跟他们说静默是什么意思 静默就是你别出门 然后呢 我说那一直都说我出去玩 然后48小时再回来就可以 他说对 然后我就出去玩48小时 然后再回来 就是去那个朋友没有封锁的小区 然后继续玩这样 然后把电脑带着去工作 然后就带一套衣服去 然后去他家住两天再回来 然后呢 一直到就是三月底的时候 他宣布浦东跟浦西他要 就是他先封浦东 浦东你就先封五天 然后浦西再封五天 然后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很相信上海市是什么 啊放心啊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然后 那个时候你知道 就是大家就在做一件事情 买很多酒在家里面开爬梯 然后说我们就是开爬连开五天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想 就那个时候浦东先封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觉得还好 因为他们先封五天嘛 然后轮到浦西 从四月一号开始封的时候 在那之前我朋友都问我说 你要不要买菜啊 你要不要买点东西 我说不要 他说你在干嘛 你这是想要干嘛 说放心我练瑜伽 我就壁鼓 我就断食五天 五天再出来跟你们吃饭 走李立群模式 对对对 我先走李立群模式 你知道结果 到了第四天 我真的前四天都没吃东西 觉得身体很轻盈 到我第四天之后发现 受不了了 不是 怎么浦东还没有封 怎么还没有解封呢 他们不是说四月一号换他们解封吗 我本来以为就是 他们可能严重一点 多拖个几天 发现大事不妙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家里还有吃的 但是你就会觉得 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才要 才要解封 然后并没有 但是并没有 就是他大概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是上海市政府的防疫团队 就被换掉了 就直接从他们国家孙春男 就是他们俗称孙奶奶 就是国务院副总理 直接下来指挥 然后手段极其强硬 就是他就是 就是人如果你确诊就直接拉走 你知道增加之前都有那种 拉到方舱 拉到方舱 后来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疯狂盖方舱 就会有一些朋友 就是他们可能是那种 就是营建公司的 就是他们的国企 就通通都出动去盖方舱 就是他们的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你要盖出一个 可以容纳几万人的方舱 他们就是说到的任务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而且在增加之前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上海市政府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属于一种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就是那种你确诊了 好我们会来就是转移你这样 但要转移可能都要拖好几天 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强硬 所以你确诊有些人都还待在家里面 然后待着待着 后来他自己做快筛 就变成隐形了 但是只不过后面他也是会被拉走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 变成隐形还是会被拉走 对这个 所以那个所谓的方舱医院的管区 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没有那个超爆笑的 就是他开始强硬拉人的时候 我觉得有分几个阶段 一开始是可能就是要拉不拉的 就是那种你确诊了 后来他通报上去 三天之后才来把你运走 因为运力也不足 后来他就从外面派很多军警人员 就从别的省 别的省直接把人拉进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海街上 都有那种就是旅游巴士在跑 当然旅游巴士都不是旅游的 就是在那个患者在上面 然后一直到4月中的时候 他们手段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强硬 因为原先他们是不会去 不会去把老人拉走的 后来他们就是到最后就连 就是90岁的老人也照样拉走 90岁的老人就这样拉走 照拉 他们在讲那个叫应收进收 这又回到管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 到底什么人可以进方舱这件事情 这就非常interesting了 他每天都会叫你去做PCR 就是大概每一两天 每一两天他都叫你下去做PCR 然后那你就做 然后你做了你如果确诊就会被带走 这个正常吗 确诊带走 他说确诊带走是很正常 但是他PCR有几个状况 一个是他会混管 就是说他可能是5个人或10个人的检体 放一个管子里面 然后等到他后面他要拉人的时候 他可能也懒得去复检 然后就把你10个都拉走 就你那10个那一管10个人都拉走 这是这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说 你可能过了两三天之后 你就已经变成阴性了 照样你会把你拉走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更有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还有被误判的 例如来说我们家区里面有一户人特别有去 他们家的人都没有症状 后来他们小孩子验出来 他们家弟弟验出来就是 你是阳性 就他们家弟弟就要被带走 然后是家长可以陪同去 所以他爸妈就陪着他去了 就你知道去了之后 在方舱就是在隔离点 就是他们讲方舱验PCR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三个人都是阴性 结果还没完 因为你知道方舱病毒 病毒浓度极高 结果最后他爸妈确诊 小孩子就没有 结果三个人就在方舱这样度过了几天 然后就是本来没病 然后进去染病 然后方舱骑律 这听起来超荒谬的啊 对啊这超荒谬 你知道我有一堆朋友都那种就是 就是他可能因为他们最容易感染 就是说例如来说你住在那个小洋房 他把所有人都叫去街上排队 然后呢做PCR 就那边捅喉咙捅鼻子这样 然后你知道大家都 大家还会在那边聊天 虽然戴着口罩聊天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回来之后就发现 那天晚上感觉特别的累想睡觉 结果呢他就睡了一晚起来就发现他确诊了 然后喉咙痒痒痒痒两天就没了 他说等到我都好了 我都活蹦乱跳之后 政府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呃明天晚上要来接你 嗯 你要接我去哪里 呃方舱医院 嗯 但是我已经好了 他说不行就是要接你走 那人民怎么办 就这样活生生的被带去 我看到很多的影片里面就发生很多的冲突 都是类似这种 对啊我就是因为 他真的是太容易就变成阴性了 就是很多人就躺两天 我以前还有些朋友就躺两天 然后躺完之后 他说防疫人员来拉他的时候就怎么办 那就跟着带进去 有有有有有些人会吵 我那个朋友就跟他吵 然后最后就说那让你去隔离酒店 他说你再让我做一次PCR 嗯 然后就PCR还是阴性 他说不行你阴性 我们还是要带你走 对 然后就去 他现在还在酒店里面 你知道 我们超好笑 每天都在笑他 那装餐医院会有一些外国人吧 外国人能够乖乖的这样愿意被带进去 哦这个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人 是有台湾人被隔离在里面 有台湾人被隔离 但是之前有那种就是最早期好像有个意大利人 就是他就直接在推特上面直播 你知道吗 直播自己被带进去的 在放他医院的过程 对 然后就罚 就罚推特 结果好像就被BBC关注了 你知道 结果隔天立刻被送到高级的酒店里面隔壁了 嗯 对 因为他们怕出事情 就是不要吵不要吵的啊 嗯 对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外籍人 是你愿意吵的话 嗯 他们是比较不会对你怎样 而且是你可以抗拒他的 嗯 就是因为防疫人员 他们真的很怕外国人会 会就是捅 捅出一些事情 这变成一个国际事件比较麻烦了 对 嗯 所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话 你很少在房山里面很少看到外国人 还有在上海 我后来就是装病出去溜完的时候 跑出去的时候 发现街上都是外国人 因为他们特别会吵 嗯 就是他们只要打电话给居委会讲 BLABLABLA讲那堆英语 然后居委会就知道 嗯 该放他们出去吧 就居委会可能听不懂 你知道 在讲什么神秘的密码之类 对 没有他们就讲英文 然后听不懂 就是然后 然后然后就是不然就是 就是他可能就跟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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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我演给他出去 嗯 那你们你们吃什么 就是刚刚看起来是一个行为上面是被限制了嘛 例如说他可能会有不同阶段的这种限制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当你被认为可能会是一个阳性 但即使你是阴性你也会被带走 那也是在行为行动上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控制 那饮食呢 饮食的方面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沒有東西吃 但是有時候說東西太多了 又好像腐爛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真的是 就是跟抽獎一樣 但是上海只有分很多區的 我住的那一區剛好就是那種 就是徐匯區 就是所俗稱就是很漂亮 上海租界區 我就住那一區 然後那一區都住一些老人 老幹部 老教授之類的 所以我們待遇相對來講 會比較好一點 就連我們被拉去的方艙 都會比較高級 方艙還有在分 方艙有分等級的 你知道它有分很多等 最好的方艙就是 最好就是拉去隔離酒店 然後再來的方艙就是比較乾淨 然後管理比較人性化 然後最糟就是把你拉到 荒郊野外的鐵皮屋去這樣 然後那個鐵皮屋就是之前 還有下雨 結果鐵皮屋就幫了 就幫了 就下雨了這樣 然後還有那種什麼 鐵皮屋是兩層的 上面是廁所 然後就幫了 你就知道廁所就掉 掉到床上面去 那就很慘這樣 然後吃什麼這件事情 政府是會發 發菜跟食物給你 但是那個食物基本上都不是非常的好 它會發一些不容易爛的 例如說馬鈴薯 紅蘿蔔 跟筋類的 然後會發一些罐頭這樣 然後但是我在的地方 是上海發物是發的最好的 但是即使發物是發最好 它發的東西 大概我一個人吃 大概只夠吃一個禮拜 它一個禮拜就是發一次 它是一個禮拜發一次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的分量 可是你剛剛講說是你一個 我一個人 你要是家庭 有家庭超慘的 家庭也是用一個家庭 你知道它分配的是一種家庭的概念 以戶的概念 以戶的概念 不是以人的概念 不是以人的概念 就是你家如果塞四個人 塞六個人 那你家的事情 那怎麼辦 然後再來就會發現就是說 它就會出現小區團購 這個時候就會各式各樣 就是有些店家還有開 他們拿到所謂的 保障供給證明 許可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營業 然後但是他們營業起來 就是說假設來講 這是個麵包店 他們那個麵包店 就是運轉的時候 就是所有人都是關在裡面 然後睡覺也都睡在那邊 因為怕他出去感染 只要有個感染 他你的店就會被關掉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做到這個樣子 然後物價就開始飛漲這樣 就是你的買菜 或是買各式各樣的肉類 你知道那個時候 就是現在不是都有抽那個盲盒嗎 就是那個打開 你不知道是什麼嗎 然後第一次發現買菜 也可以抽盲盒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你就付了200塊人民幣 然後他就說 我們會送綠葉菜來給你 結果打開 說好的綠葉菜怎麼是韓籍呢 後來他就跟你講 不能退 不管你你知道嗎 就是就跟開盲盒一樣 然後你知道還有什麼 就是買了豬肉來 就打開 不是說好的豬肉怎麼都是豬骨頭呢 對 但是你也沒辦法 他不讓你退你知道嗎 然後在這個中間 其實他的物價就 會飛漲 就像綠葉菜 就是上海人最喜歡吃 他們那個叫上海青的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在台灣叫什麼青江菜 青江菜 對 那個以前一斤啊 大概就3塊錢人民幣 我那個時候買一斤 已經到十幾塊錢了 有些地方 甚至還會到20塊錢 OK 然後呢 你各式各樣的肉類 都非常的貴 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到快到夏天 買了一顆西瓜100塊錢 人民幣 對 多大 就大概這麼大 OK 小玉 小玉 小玉的大小 然後買 我記得好像買了一顆往來 好像70塊錢 嗯 人民幣 人民幣 應該跑到中正大學附近買比較多 沒有你知道你去中正旁邊買 可以買半藍吧 我不知道 我記得我以前買了 沒有那麼多 我記得好像以前銷一顆 好像60塊錢台幣吧 我不知道 我已經10年沒回來了 嗯 對就是那個物價非常非常 所以 他們很多人就是必須要去買這些東西 然後小區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就是你要團購嘛 所以就會開始有各式各樣的微信群這樣 然後 群就是我們那個 我對門媽媽就是我們團長 然後他就會在小區的 那個公告欄上面貼一個 貼一個QR Code 然後就說大家要買東西就掃進去 然後 就是大家會在裡面討論說 我們應該要買什麼 或者大家想買什麼 然後報名 然後付錢 嗯 對 然後呢這個時候就非常有趣 就是有些人的組織能力就特別的厲害 他們就是會開始去組織 就說我們要怎麼交換物資 然後我們要怎麼要照顧 就是小區裡面的老人這樣 因為像我小區老人特別多 都那種可能90億92歲的 然後呢就突然就出現了 而且出現還不是是 他是那種老教授 是他的學生去聯繫的居委會 居委會的人在我們群裡面說 你們小區裡面有個老教授 然後呢就是要 就是也不知道怎麼照顧他 嗯 就 拜託其他居民照顧 因為以前上海他是有那種 就是類似 類似那種老人會送餐 嗯 就是但是 疫情期間這些東西就都不見了 所以那個老人家是已經 餓兩天 餓了兩三天才出來 你知道 然後他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都嚇到 哇靠 他至少90歲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因為他也不會用手機 嗯 他是一定一定不會用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已經餓兩天了 對沒有人 他是後來用家裡面的室內電話 打電話給他以前的學生 嗯 然後他以前的學生 因為他以前很多學生 都已經在大學裡面當教授了 他是就是 就是在 就是共和黨 共和國建立初期就在教書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年紀有多大 那就已經餓 餓好幾天了這樣 嗯 所以 這類子互助的狀況 在那邊應該也蠻多的吧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一些比較 這種被管制的這一面 但是其實在這種高壓的管制底下 我們要活下去 恐怕得要靠我們彼此之間那種互助吧 對啊 他其實我覺得我回來台灣 最近回來這幾天 我會覺得台灣會爆一些很負面 當然也會挺好笑 例如來說我也是 我就是以前看那個眼球中央台的時候 都一直笑你知道嗎 然後我看眼球中央台 在上海看的時候就笑不出來了 嗯 怎麼說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能夠感受 就是外面的人看起來這很可笑 但當你在裡面就真的笑不出來了 你知道這是什麼 就是搶菜還是幹嘛 這是真的會發生這種事 嗯 互助的話 例如來說 像我就會把我吃不到的東西 或我不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會有個區域 就擺幾張板凳 然後大家會在那邊 移物移物 嗯 就是我可能放可樂在那邊 然後我就拿兩顆洋蔥走這樣 就很像那個時候 我家還有一隻朋友寄養的狗 嗯 然後我就讓他 去跟對門的 對門媽媽 他們家小朋友玩 嗯 然後玩完之後換了兩顆洋蔥回來 嗯 對就是你知道賣 賣我家狗 嗯 就是他有各式各樣就是說 誰家有什麼誰家有什麼 然後大家會互相交換 而且而且有的時候 他們不只互相交換物資 他們會交換技能 像我們小區裡面 都有些 都不會煮飯的年輕人 結果他們最後就領到聖福的菜 就把他拿給隔壁媽媽 然後隔壁媽媽就會煮飯碗 叫他去吃飯這樣 因為你不要說他不會煮飯 他家連鍋子都沒有 你知道嗎 就是奇慘無比這樣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大家會去照顧裡面的老人 然後也會去照顧小孩 然後大家也會去想說 就是光藥品這種東西 其實也會互助 就有些人其實他是需要某些藥的 他可能就在群裡面就說 誰家有什麼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好像 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是 就有人會在小區裡面問就說 你們有沒有那個 自治症瘡的藥你知道嗎 然後我先邊想說 看來這些人已經艱難到這個地步了 要在公眾之前 這個其實是很難 對 是很私密的事情 但是他必須要講說 有沒有人有自治症瘡的藥 不然就治便秘的藥你知道 然後除了 就是我們小區是這一點 還做的比較好一點 因為那個小區小 而且大家文化水平比較高這樣 那 我們小區大概就只有100多個人 其實沒有 沒有幾戶這樣 然後呢 如果小區很大的時候 可能有上萬人的小區的時候 他們甚至還會出現就是所謂的自治委員會 就是去管理 去管理大家的需求 然後去統計大家的需求這樣 而且甚至他們還會有一棟樓會出現樓長 然後樓長還會定期開線上會議 其實那已經變成一個很小的那種就是 就那種部落組織的狀態 這個某種程度變成一個比較 真正偏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對 真的是挺社會主義的 一種所謂的人民組織 然後一種所謂的相互互助 然後以物依物的這種比較傳統的 這種生活的模式 對啊 他就是真的會出現這樣的模式 而且我覺得在這裡面有幾個觀察 一個是 你會看到人性比較光會一面 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 還有就是 老人家其實在這場 這個世界裡面其實他非常的弱勢 原因是因為你要用微信群去團購 你要用移動支付去付錢 然後他們都不會怎麼辦 因為 像我們以前住的附近 上海市很多菜市場的地方 他們是拿現金可以活下來的 然後當然沒有的時候怎麼辦 就他們有些就是會去敲門 但是就是微信上面有很多故事 就是去敲門 他可能就拿了錢去給 就是那個 那個隔壁的年輕人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菜這樣 就是都會有 都會有這樣的故事非常多 而且這不是個例 我身邊就都有朋友 他們有這種這種遭遇這樣 就很像我們小區 我們也會去照顧就是 這些老人家 而且這些老人家的需求並不是說 你買菜給他沒有用 就很像那個90歲的 你買菜給他沒有用的 就你要煮好給他 所以大家會輪流煮飯 就是說誰家今天照顧他 然後明天是誰家照顧他這樣 而且甚至大家還會去問說就是 他什麼東西能吃 什麼東西不能吃這樣 然後再 再往更下面的話 甚至是說他們 小區裡面還會去就是 就是關心那些小朋友的健康這樣 就是他會讓 就是有一段時間 大家就會講好就是說 例如來說 因為你不能把小孩子關折 他們絕對會超崩潰的 但是你又不需要讓他們群聚 就是你要讓他們玩在一塊 然後又不能群聚 所以你知道大家就會拍schedule 就是呢 而且派你的狗去跟他們玩 對沒錯 我就把那個狗放出去給他們玩 就是這一棟的小朋友 放風時間是什麼時間 他們下去晃一晃 然後六一六再拉上來 然後再換另外一棟下去 六一六再拉上來這樣 因為他們也怕會 可能會交叉感染 其實到最後大家都不是怕得病這件事情 大家是怕得病之後被拉去防艙 以及太多太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在這個狀況下 就是大家必須要去互相幫助 一方面是食物上面 還有精神上面 那這些 然後我看到有一些比較有 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甚至說他們還有自己組織 自己組織委員會 就是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甚至是有些人是需要去看病買藥的 然後他們就會去 因為年輕人染疫不會怎麼樣 他們就派有幾個年輕人輪班 然後呢每天就去統計說要什麼藥品 然後他就 劇委會就放他出去買 繞一圈回來之後 然後就把藥去送給這些老人家這樣 我們的確看到在中國政府 在這樣的疫情上面 其實也不是在疫情的部分 在很多的部分 他就是一種高壓的統治 高壓的控制 不過日常的生活當中 人民其實會發展出一些 也許不是直接的對立 但是有另外一種所謂的反制的做法 或者是相互合作的做法 來去面對這一種相對之下比較極權的控制 不過這麼嚴格的控制的方法 發生在上海 上海其實在中國是一個相對之下的 一個經濟高度發展 也是一個比較相對比較自由的地方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控制的方式 對那些已經比較習慣的 這種自由一點的上海人 或者是在這樣的一個 經濟的發展上面這麼大的衝擊 他會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樣子的當地的上海人 會不會對中國政府 又是另外一種態度去面對 那你還會再回去中國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中國疫情嚴峻 六號公佈新增本土兩萬四百七十二例 這是三月疫情爆發以來首度破兩萬 而重災區上海就超過一萬五千例 現在全區封鎖生活是相當不方便 更傳出方艙醫院有混亂 搶物資的狀況 上海也決定要將國家會展中心 改建成方艙醫院 渴望會再增加超過四萬個床位 另外台商的重鎮昆山 今天企業封城 受波及台廠抽過三十家宣布先停工 二月中回到上海工作 台灣人Nick才經過二十一天的隔離 現在遇到嚴格的封鎖狀況 政府送來蔬菜經過一週已經見底 必須要透過管道才能夠購買物資 尤其不知道何時才會解封 也讓生活更加不方便 上海的疫情持續延燒 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被集中隔離 但持續傳出有隔離點 管理混亂的情況 網絡上就出現南匯方艙 近日發生搶物資 包括水跟被子等 影片中只搶掉一箱水的民眾 哽咽表示就像暴亂 上海市衛健委六號通報 再新增本土病例一萬七千零七十七例 包含了無症狀感染者 上海也決定將國家會展中心 改建成方艙醫院 建成後有望提供超過四萬個床位 另外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 也首次開設了親子方艙 中國六號通報新增本土兩萬四百七十二例 這是中國三月疫情大爆發以來首次破兩萬 也是連續四天數字超過萬例 除了重災區上海 臨近的台商重鎮昆山 六號起連續三天採取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參賽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也期待你可以透過追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的經費來自於公眾的支持 也因為你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有機會做更好更棒的報導 以及更深入的訪談 一起來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的來賓告訴我們 就是他在上海的這個所見所聞 那也提到了這個上海的方艙醫院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請我們的來賓來告訴我們 上海政府怎麼去控制這個上海的人民 那當時這些上海的民眾 他們又做出什麼樣的回應 而這樣子一種控制的方式 對於上海人而言 在中國是一個相對比較自由開放 一些些的地方 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想法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我們來看接下來的這個放談 我們在很多的影片裡面或是在很多的報導當中看到衝突這件事情 就是例如說這個剛談到的這些所謂小區的人或者是防疫人員 他們實際上用比較粗暴的方法去控制這些人民的行動 然後我們也看到人民是有一些反抗的 例如說拆掉這些柵欄衝出去 甚至有發生過一些這個所謂推擠對立的這個畫面 這也在上海是一個很普遍的現況 普遍的狀況是其實它只是一個特例的 你不能講特例 就是說我覺得普遍也沒有非常的普遍 但是你幾乎每天都會聽到這種事情發生 這我不知道你定義的普遍是什麼 就是說你總是會聽到就是說它跟防疫人員有衝突 我覺得衝突它有分幾種 一種是我不想下去做PCR 不想做核酸 那你要抓我去做核酸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點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做完PCR 我變成陽性 那是不是就會被你帶走 但是它發了很多快篩 就是那個就是快篩給我們 那我們那天才突然發現一件事 如果我快篩是陽性的 那我就在家裡面去躺著 躺到就是我變成陽性 它就會好了嘛 它就會好了 然後我在下去做PCR 然後繼續日子繼續過 我覺得大家也就是撐著就對了 大家就撐著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都有默契 就是我們就不想做PCR 但是他也知道我們不想這樣幹 我們會這樣幹 所以他就拿那個 我們小趨勢比較好 他就拿那個喇叭在那邊叫 就是那個幾樓 那個台灣 台灣小伙子下來做核酸 快下來 然後你知道叫幾次叫不動 他也懶叫我 我們小趨勢比較人形化 就是感覺比較peace一點 就是感覺比較peace一點 然後其他就是什麼狂敲你家 但我們看到有一些畫面 就是破門而入啊 槍刑把人家拿走 破門而入其實不是做核酸 破門而入是另外一種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變成 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我是陽性患者 我不想走 但是他通常不想走 其實很大一部分 很多時候就已經他 他做快篩怎麼做 就是陰性 他就 我就不想走 你知道嗎 那他不管 他就是要把你拉走 然後另外一種是 你是密切接觸者 就是你可能是同一棟 那大概在五月初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把 如果說你那一棟樓 可能有石層樓 如果說你出現了一個case 他就要把整棟拉走 一個就會整棟拉走 整棟拉走 然後就是那個確診的人會被 他們的講法是說會送到房上 然後其他人會被送到 所謂的隔離點 或者是隔離酒店 但是隔離點就是設備都非常非常的爛這樣 就是你可能進去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沒有裝 沒有裝潢的房間 然後連床墊都沒有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被送到這邊了 對你就是被送到這邊了 對就是然後他跟籌錢一樣開盲盒 你會被送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 然後呢 破門而入的是一種 然後呢 或者是說他有另外幾種方式 我那個時候回來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朋友 就是我身邊那陣子就是 就是他們傳出就是所謂的 他們要把所謂的密切接觸都 他們一開始就只拉陽性患者 把密切接觸拉走的時候 身邊大概已經有四五個朋友 就是要不就受到通知 要不就是已經被拉走了這樣 那你說啊我不出去怎麼辦 那不出去有一派人 就是有一些 因為每個區的政策不一樣 有些區是真的會勸導你 然後恐嚇你 然後呢 甚至更甚的就是破門而入 就是把你家門拆了 然後就把人拉走 然後呢 我還有聽過那種就是更猛的就是 啊你不出來沒關係 那我就拿那個木板你知道嗎 把你家那一棟樓圍起來 東西也進不去 啊你要不要出來呢 在過一陣子會沒飯吃喔 結果你知道我有個朋友最好笑 他就被 他就被圍起來 我說你真的不出去嗎 不會怎樣 他說因為他做餐飲 他說我家東西夠我吃三個月 看他三個月誰活的久 嗯 對他就其實現在 現在還繼續在裡面你知道嗎 他就完全不管區委會 他就我人日子過得好好的 因為他家有個很大的冰櫃 嗯 因為他是廚師 嗯 對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那 衝突這件事情一方面是PCR 還有就是我人要被帶走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人就覺得我沒有問題啊 例如來說 像我們小區那個被帶走 他們就很希望政府來復測 因為就我們做快篩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你就說我PCR是陽性的 就要把我帶走 結果到很後期的時候 大概這一兩個禮拜 還有發現就是 那個實驗室做錯了 嗯 就是因為他們量真的太大 就可能會被人會被誤判 然後就被拉走 嗯 然後就是 大家其實是很不想要去方艙 然後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衝突 這個是 不過我們有看到有些人是拆掉 剛剛談到那些柵欄 那些圍利 然後衝出去小區嘛 對 嗯 就是人 人被關久了 會很想要自由 嗯 但是他們出去之後會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記得我以前剛可以出去的時候 出去前一兩天還會覺得很興奮 嗯 到第三天的時候你就不會想出門 嗯 因為那個時候上海街頭就什麼東西 街上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店沒有開 嗯 然後呢 到處都是警察在巡邏 嗯 然後呢 就是了無生氣 然後 然後滿地的落葉跟垃圾 沒有 沒有人少 你知道 尤其是當你傍晚的時候 可能已經 六七 就是太陽下山之後 你回家的時候 就你那個路上 你可能這樣騎 騎十分鐘 除了快遞小哥之外 不會有任何人 然後你在以前是那種 上海非常繁榮的地方 就旁邊都是 酒吧跟各式各樣的餐飲業 大家會在路邊吃飯 都通通都不見了 你會覺得非常的蒼涼 就甚至你會有那種就是走在可能 可能就是美國的某些區域 然後等一下會有人跑出來開槍這種感覺 嗯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其實就是一個暫時性的解脫 或者是某種的反抗的行動的意義 對 就是其實應該是說他可能也不知道外面是怎樣 等到他出去之後就發現其實外面什麼都沒有 後來我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出去的時候還找到有一些小店可以賣東西 可以買東西 那個買東西就是你就是先去敲他那個門 就是你會發現有些外國人怎麼站在那個店外面 我心想說不對 這個這些老外呢怎麼會站在這邊 絕對有鬼 我就跟他們站在那邊 然後你知道後來他們就找 有一個人就往前敲一敲門 後來那 後來他就會打開一個很小的門縫 然後那個門縫呢就會 就會露出一個眼睛 然後看外面不是警察 然後呢他就會開始問就說你們要什麼 然後你又跟他講 講完之後他會給你一個QR Code 掃 後來他再從那個門縫塞出 拿出來 後來我心裡想說 我就是要買兩隻雪糕而已 搞得好像我在買大螞蟻啊 對就是上海都是這樣 我還有一個朋友更有趣 他要去買那個掃藥就是花你知道 結果他說那個店 那個店主把他帶到暗像裡面 拿了兩隻花給他 對 就是就想說 我就想買兩隻花回家插著 搞得好像槍枝交椅一樣你知道嗎 這當然對我來講是一個 相對之下很難想像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聽起來 你從一個比較跳脫的角度去看 可是在那個當事人 在那個上海的狀況底下 這些上海的朋友 他們對外界的資訊了解吧 例如說他們會知道 Omicron其實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他們會知道其他小區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他們會知道其他的小區裡面 可能也發生很多的衝突嗎 這個中國怎麼去控制這些資訊呢 當地人對於所謂的外界資訊的了解的情況 又是什麼呢 我覺得有幾個點 就是一是疫情的狀況 就是Omicron到底嚴重不嚴重 所有在上海人都跟你講不嚴重 就是如果還跟你說嚴重的呢 他可能需要去看一下精神科 對我在講話很箭 他如果不嚴重就是 因為他自己可能經歷過了 他覺得他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不是不嚴重 是上海市政府其實他是有 就是幾件事情 一個是上海的人普遍來講受教育程度高 所以他們很多是海龜就是從歐美國家念書回來的 這是一個 所以對他們也不是很巨大的事情 因為他們可能有太多朋友 跟我是台灣人一樣 就我一堆朋友在美國都已經得過 還不是得Omicron 他們Delta就已經得完了 然後就他們有其他的管道跟海外去聯繫 他們有其他的管道海外可以去聯繫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 上海到13萬確診13萬的時候 那個時候死亡病例非常的少 就是個位數這樣 事實上面也不嚴重 對事實上就是連他官方公佈的數據也不嚴重 然後大家就想說 那我在幹嘛 我有個朋友就是他說 他說這種感覺就很像說 我的 我的就是 他說 政府就跟你說外面有怪獸 然後呢 很可怕你不要出門 然後有一天你出門發現說好的怪獸呢 怎麼不見了呢 就是一隻小老鼠 對就可能就一隻小老鼠 他說我怎麼怎麼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們他們其實是 就是大部分人是會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他是有分的 像年輕的比較有受教育的 他們是是會看微信群還是怎麼樣 他們就還好 但你知道微信其實 它是屬於社交傳播 所以假設在講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就是老年人 那你的朋友也都是老年人 所以他們就還會去傳一些 就是OMICRON很可怕 美國已經死了100萬人了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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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樣 後來就是覺得很像我們 我小區我一樓有個媽媽 你知道 不是 那不是媽媽 是個阿嬤 然後呢 他就每天都會去燒那個香薰 艾草 你知道嗎 然後燒了就開始從五樓走到一樓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在做做什麼法 你知道嗎 然後燒到我們家一樓 那個英國人幹狡他這樣 對 因為那個英國人就很禮貌 用中文跟他說 這樣沒有用 這樣 對 就是一種驅魔還是一種清潔 不是 不是 他是覺得這真的有用 你知道嗎 OK 對 他不知道去哪裡看來的小道消遣 像台灣以前那種地下電台賣藥這樣 就 他們老一輩的人其實還是會有恐懼的 嗯 然後呢 就是再後來漸漸的是 當然我覺得這個環境久 當他們被關久之後 他們自己也會去想就說 欸阿 我怎麼一直被關著 這樣真的是正常嗎 所以他們其實一開始是 剛開始五月初的時候 四月初封城的時候是有兩派 一派是清零派 一派俗稱躺平派這樣 他們之前是都還會有爭吵 他們甚至 那個時候都還會有一些寫很多文章 就是在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疫苗不夠好 施打率不夠高 所以我們不能放開 不然老人會死一片 然後醫療資源會崩了這樣 就在微博上面 還會有類似的討論 還會 但是後來就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會變成就是說 大家發生所謂的刺身傷害 就是說 我打個比方來說 上海是全中國醫療資源最好的城市 它一天要開七千台島 但是隨著這些醫務人員 要不就被隔離 要不就被抓去 就是捅人家喉嚨去做PCR了 上海就是 那個時候到月中的時候 一天開不到一百台島 那這些人怎麼辦 就真的是等死欸 對 對啊 而且它不只是上海市民 就是你要有其他省份的人 進來上海就醫 沒有 醫院就是沒有開 後來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已經爆出來的社會案件 就是甚至有那個音樂家 就是他急性盲腸 那個真的是會痛到痛不欲生 然後他晚上撐不下去 就跳樓自殺的 就是這種故事 就是這種故事其實非常非常多 我沒有辦法及時及時就醫的 然後當大家經歷了過這一段之後 然後最後下一段是 大家就覺得就說 再這樣下去 疯也不是辦法 但是其實你不管怎麼反抗也沒有用 大家就選擇 那我就躺著了 就是一開始大家會從憤怒去抗爭 然後一直到後面就我已經不抗爭了 那管老師你剛才提到 就是抗爭這件事情是 一個是我不想被抓到房長 另外是我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這件事情其實是 在有些小區是很嚴重的 原因是因為 如果說你的居委會散年的話 像我們的居委會這麼好 好講話那都還好 有一些居委會他們是想要從中磨利的 那這怎麼辦 他就是說我的廠商就只有這五家 你不能買其他家 其他家的快遞來我都不收 然後甚至是說 他為了要圖利就是自己 自己的利益輸送 自己的利益輸送 政府發的菜還放在那個居委會裡面 就不發給你 因為你不發放給它爛掉 你就會買我的 我跟我合作廠商的菜 對他們就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其實是很還蠻惡劣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發國難慘 就是中國政府怎麼跟上海人訴說 這個Omicron的嚴重性 或者是怎麼去告訴大家 要這種清零的政策 剛剛你剛剛特別有談到說 上海人其實他的這種資訊能力 相對是比較強的 這是對上海人 他怎麼去做這種宣傳 那政府又怎麼去對上海以外的人 去做宣傳 中國以外上海以外的這些人 他怎麼去看待 這個在上海裡面這些居民 或是政府的管制措施 你們就毒株啊 就是是這樣的 就是外省的人會覺得上海是毒株 對你們就毒株你知道 就是所有人就會跟你說你們要大舉為重 你不可以把病毒傳到其他地方去 原因是因為你在上海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這個病不嚴重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覺得病不嚴重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我剛好在上海 然後大家普遍教育程度比較高 在中國大陸念過所謂 大專本科以上就只有3%的人口而已 那你知道其實大部分人就是政府 講啥就是啥 然後政府實際上來說 他也會有很多聲音 例如來說上海有一個 就是華山醫院感染科 就是類似他們CDC的頭頭 叫張文宏 張文宏就會講說 他一直以來都在微博上面講說 這個病其實不嚴重 我們要怎麼去 要有個方法去跟他好好的 就是緩慢的度過到共存這個狀態 他最近還發論文就在講 就說我們要怎麼做 但是他的聲音是 不容易被看聽的 還是有一些學者會發出 對他學者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但是其實很大一部分 他們都來自於就說 我們就是必須要去打贏這個 他們講所謂的戰役 就是你現在在面對這個病毒 就變成所謂的戰時 那他怎麼做宣傳 他就會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光榮的戰役 我們必須要去戰勝病毒 那但是 上海人有一部分人一開始來吃這一套 但是隨著就是那個狀況越來越超 我一直被關 然後就發現 因為 封城死的人 可能還比Omicron多的時候 其實會讓大家反思這件事情 那是剛好在上海這批人 他們會反思這件事情 對上海以外的人 他們看到上海就是 看到上海人跟看到鬼一樣 你們最好都不要出來 因為你們出來 我們的城市可能就會封起來 對 然後呢 就是會變 大家的日子會變得不好 然後你可能會把病毒帶來 然後我可能會死這樣 那因為其他成分 他的受教育程度並沒有這麼高 所以就變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央視CCTV什麼新華社都會講 上海好棒啊 復工了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們 我已經有很多 在微信的朋友上面都會寫說 別問沒解封 其實前面還有看到一些影片 就是假復工的一些活動 但是真的 挺好笑的 然後你知道我都說 欸 解封了嗎 解封了 他說別問 別問 問了就是沒解 對 就是 就是即使它會變成一個狀態 好 我的小區解封了 那外面店沒有開 對 現在是好不容易 還有一些超市開 然後你要去領一個鎮 然後大家分流去 去買 買東西 然後尷尬的是 也沒有什麼東西給你買 原因是因為 這些快遞員一進來上海的時候 假設在講我是個貨車之機 我進上海的時候 我就不能出去了 我出去去其他省分 他就隔離14天 對 那他整個貨運系統 其實就已經癱瘓了 我們知道 上海是一個經濟發展比較高度的 這樣的一個區域 然後人民的自由意志 或是他生活上對之下也是比較自由 甚至剛剛談到的資訊上面 他其實也是比較通達 比較能夠去掌握各種資訊 可是在現實上面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湘海人也都知道 這個Omicron的嚴重性 沒有那麼的嚴重 那甚至大家也都清楚 清零的政策還是有問題的 就是看到很多的國家 也都不做這種清零的這種做法 那為什麼中國政府還要堅持用這種方法 他不擔心人民會有反彈 他不擔心整個經濟因此而受到影響嗎 中國政府一向覺得政治很重要 政治目標會凌駕一切 這個其實做 寧過一點中國研究就會知道 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現在狀況比較好轉一點 會不會是要維持某種 我過去論述的一致性 我要去維持某種我的國家 統治的這種威信正當性 我覺得這個其實好像在台灣也有 就是很 就是因為台灣跟中國大陸 中國的防疫政策 其實之前都挺像的 你想要清零 就是你必須要去匡列人 然後把人就是好好的隔離這件事情 那那想過這個故事已經講了那麼久 講了兩年多了 然後就說我們已經完成一個偉大的戰役了 就是我不得不說 中國大陸在前幾輪 前兩輪是做的真的不錯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前兩輪就叫大家去打疫苗 然後好好狂烈 然後該隔離就隔離 然後發口罩給大家 然後強迫大家戴口罩 他是做的好的 我不得不說 尤其是我生活在上海 我並不會 就是你在那個地方 你感受不到疫情的存在 我那個時候都還可以跑到西藏 跑到四川去玩這樣 OK 對 那但是 那是因為病毒的感染力不夠強 但是他在面對感染力強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我是他們當政者一定覺得很尷尬 就是這些人民教育程度都不高 然後你突然就一個急轉彎 他們腦子可能完全不能接受 那我如果是統治者 我要用怎麼樣的論述去跟他們講 沒得論你知道嗎 就是你可能還可以跟上海人 就是還可以張文宏跟大家講 就是還可以跟他講數字 說這個致死率很低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對二三線城市的人民 他們真的看得懂數字嗎 我覺得根本不可能 對就很像連到現在台灣都還會有一些人 就覺得這個病還是挺可怕 就是基本上台灣都已經宣傳成這個樣子 我還是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那是因為你前面 就我有個學弟就跟我說 你前面已經恐嚇人家 恐嚇了兩年半了 那你突然就不恐嚇跟他說我們躺著 那心裡怎麼接受 就不行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難事 就好像他一直用一個聖戰 然後我們過去的戰術戰略要這樣子打 我們才能夠打到聖戰 而且照你的說法 他也是贏了很多就是一個聖戰 然後突然就跟你講說我要撤退 然後大家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過去都覺得人家唬爛 然後整個這個所謂的微信是被崩解 或是受到挑戰嘛 對啊 這就很像說你本來是王力宏的粉絲 結果他突然形象崩塌 你知道我看怎麼會這樣 對啊就是類似 類似這種啊 那他就做不出來 因為這可能就是 我如果是當局政府 這我要怎麼管他們你知道嗎 那你們頭都洗一半 那只能繼續洗 我們剛剛有談到 這個上海是相對下 也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國家 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的重貞 所以經濟的發展 自由度都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這個也過去 中國也允許它是某種的特區 特殊的這種處境 它的管制也不是那麼的 相對其他城市 不是那麼的嚴格 那我想這樣的過程當中 上海人 就是不管是老一輩的上海人 或是比較年輕的上海人 他對於所謂的中國的政府的態度 或是對中國的管制的方式 或是對政治這件事情 會不會因為實際經歷了 那樣一種管制的過程 跟方式那樣一種不爽 而有些改變 會啊 最近微博 這不是微博微禁詞了 有一個詞叫做潤 就是潤華葉的潤這樣 潤是什麼 就是run啊 就是跑啊 就是你知道他們 我身邊已經有超多朋友說 有沒有什麼管道可以移民的啊 然後問我說 有沒有辦法去台灣 你說說別別別 台灣很難 那個去 我在香港現在也不大行 你可以去歐洲 我說你可以去申請北歐國家 會比較爽這樣 就身邊的朋友 我紛紛的就開始問說 怎麼去境外工作呢 然後就真的是有能力的人 都已經走了 我真的還有一個朋友更猛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搞的 搞到美國工錢 然後就說咱們一去不復返了 然後上個月月底就飛走了 眾人多嗎 大家會有這個念頭 會有這個念頭 但是真的是口吐 就是真的是有行動 也不是那麼多有本事 對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他也不容易放人出去 後來老實說 我也覺得他很厲害 我不知道他怎麼搞 搞到這些東西的這樣 然後 他們事實上 我覺得對上海而言 這是一個很大的精神創傷 尤其是他們年輕的那一輩 像我今年34歲了 他們我出生的時候 跟我在中國大陸工作那一段時間 就是你會看到他這個直線往上 就是你只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日子只會越來越好 不可能越來越差 因為我 因為我每一年薪水都越來越好 就跟以前 以前我剛去的時候 我記得 我剛 剛去2013年的時候 那時候都還會有些學長唱 所以學弟你是不是混不下去 要去中國大陸混這樣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論調 就是他們經濟快要崩盤 我說有沒有崩盤 我是不知道 每年都調輕20%30% 可能快崩了吧 對 還是沒崩 所以起碼之後我們一開始講說 那一開始兩邊的薪水差不多 但是後來已經是這裡的兩三倍 對啊 因為它上面是上不封底 它上我你 它的崗位多 職位多嘛 所以你往上走的路比較 比較快啊 就是我後來 我後來到30歲那一年 我帶了Tim都已經七八十個人了 但是在台灣 那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這種經濟會受到影響 會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人民對整個政府體制的信心 因為 住在上海的人 其實對上海市政府是挺信任的 就是大家會知道就是說 不管中國其他地方怎麼搞 那咱們就是不一樣 上海是一個特區的 這個特區 你知道他們會講說 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啊 誰跟你是中國的上海啊 那現在變成是中國的上海 對 我想跟他講什麼 你們現在是北京的上海 然後推特上面有個段子更好 像說上海人最近這一個月的心情是怎麼說 哎呦原來發現自己原來是中國人啊 對就是 這說對他們的打擊其實非常大物 以前那個朋友小粉紅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每次跟我聊就 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說 是是是是是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對 那時候跟我聊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交流 就是你就不要碰他這一塊就好了 最想移民的就是他 因為對他精神打擊超大的 你知道嗎 我以我的祖國為榮 沒想到我的祖國這樣搞我 對 所以 所以應該是說 他們對年輕那一輩而言 他們是夾雜了很多那種很複雜的情感 就是說 我是這邊長大的 我以前總會覺得這邊會越來越好 但是就突然又就是 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就在那一刻就崩滅掉了 然後對老一輩的人而言 他們會有一種就是 事情又來了 事情又來就是回到他們 年輕的時候 對熟悉的那個狀態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有一些比較老 他們經歷過可能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這種比較大型的政治運動 就號召很多人去面對做某些事情 就他們會就是覺得 總之咱們都這麼老了 沒想到又被我們遇到一次了 對啊 他們會比較看得開 但是 但是你也會知道他們其實也是很無奈這樣 我覺得對年輕那一代殺傷力特別特別的強這樣 那你自己呢 你會以前的那個期待會越來越低嗎 或者是說你還會想要再回去上海工作嗎 我其實不會想回去上海工作 其實到最後就是我的工作 其實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的時候 就是我是遠程工作者 我會想住上海 是因為我就是住上海很久了 然後那邊我有熟悉的朋友 然後就是一切的環境 其實住在上海其實挺舒服的 就是我回台灣其實挺不習慣 因為看到房子醜醜的這樣 對 以下政治不正確 等一下會有台灣人幹給我 對就但是其實現在這個意願會很低 原因是因為他只要這個清零政策在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恐懼感他會在就是 你不知道他下來不會做什麼 就是你不知道他哪一天 他就把你抓去放上那邊關 不過疫情不是總有一天會結束嗎 我覺得疫情是總有一天會結束的 就是大家 但是如果說他這個清零的政策不變的話 他這個狀態會一直下去 其實我發現大家害怕的並不是疾病的本身 而是說這個清零政策帶給我未來很大的不確定感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就會被 我覺得那個不確定感是最可怕的 對我覺得那個不確定感是最可怕的 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我家門會被拆掉 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我的小區我就不能出門了 我不知道我哪一天就是去了其他省份 結果那個省份有開始我就回不了上海了 我不能回家 然後我回家就必須要被隔離 然後那個隔離的環境可能又不是這麼的好 那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跟那個中國普爾 就是普爾茶那個普爾有一個 普爾機場就是他另外一個名稱叫斯茅機場 斯茅機場在2019年的時候慶祝他的人流量 就是一年總算過了80萬 在今年的4月 斯茅機場的人流量大概只有500人 就是他們基本上大家出去玩的意願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低了 而且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就是Airbnb China 關掉了中國的部分 因為他做不到生意的旅遊業基本上就全垮 人們不願意去移動了 因為移動的成本太高 不是說那個我飛去其他地方貴還是幹嘛 機票便宜的很 因為大家都不飛 所以短期真的是不會想要回去 因為回去他也不會回到我以前的那個上海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住很久 我住了7年多了 會覺得可惜嗎 會啊你要走的時候會覺得可惜 但是你會知道就是說 以前那個日子要回來蠻困難的 即使是說就是 我覺得他不是很physical的很物質上面 今天假設來講哪一天 電開了還是 還是很多東西 那個社會上的運轉回到正常的時候 其實人民那個就是 你生活周遭那些人身上那個傷口 心靈的傷口是沒有 沒有癒合的 因為當你講都不能講 你不能去訴說的時候 而且這種訴說就是 上海人就是會有寫很多公眾 就在那邊哀說我吃不到飯還是幹嘛 然後你知道其他省份會說 哀什麼哀啊 所以你會發現他在整個社會的情緒 是沒有辦法被 就是抒發出來的 所以我真的會在機場看到有人 就是過海關之後大哭你知道 自由了 對他會知道他可以回家 因為你會知道那個 在社會那個氛圍極其壓抑的時候 我覺得海關就很像是一個口 就是出了那個口 你的情緒就可以卸放掉了 我那個時候回台灣 是真的有人落地就開始哭 就是我覺得在香港可能 在香港過夜的時候 香港機場感覺還比較疏殺一點 因為什麼都沒有 但是回台灣的時候 是真的在飛機上面就會有人哭 就當他落地的時候 所以我應該要說恭喜你自由了 沒有已經自由了幾天了 非常謝謝我們今天的來賓 接受我們的訪問了 在今天的訪問當中 我們從我們的來賓的親身經歷 來去了解上海在疫情控制下的 各式各樣 我們看起來非常荒謬 以及粗暴的一些做法 那也讓我們更了解 在這樣一個政府的這種控制之下 人民他到底過著一個什麼樣生活 那希望之後我們有機會 能夠再繼續訪問我們的來賓 當然如果你很有機會去上海的話 我們也希望能夠再帶給我們更多 你在上海的所見所聞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不管看起來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